2023年第三十届亚洲棒球锦标赛第一场赛事将于12月3号开打 在今天中午开卖 最后一波加开剩下的1000张万眼门票 一开卖同样瞬间被秒杀 而大家关心的交通动线是否会大打劫 台北市体育局建议民众可以搭乘公车 免费接驳车或者是捷运抵达 另外开完比赛之后 如果不想人挤人 也可以往前后一站 像是捷运市府站或者是捷运中校敦化站移动 11月18号陈胜平敲出大巨蛋首支全雷打 在球迷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而12月将要引来第三十届亚洲棒球锦标赛 30号中午开卖 最后一波1000张万眼门票 一开卖同样瞬间被秒杀 累计第一场赛事台韩之战 一共1.7万张门票全部卖光 民众买到门票后就担心当天的交通动线 为了让竞赛场的动线更加顺畅 北市体育局提出配套措施 下午4点我们开放中校东路有234号门 以及关湖南路有8号门 让我们球迷来进场 体育局建议比赛当天民众可以搭乘16线公车 还有6线分别从松山车站 捷运台北101站中校敦化公馆站及台北车站发车的免费接驳车 或是搭乘捷运到国父纪念馆站5号出口 如果不想人挤人也可以往4号出口走地下通廊同样也能抵达 看完比赛票根不要急着丢 因为只要在雅锦赛比赛期间 凭票根到台北东区商圈 也就是中校复兴以及中校敦化检运站周边 有超过60间店家祭出专属优惠 从北市商业处官网可以看到优惠活动 包含有餐厅提供消费满500折抵100元 还有咖啡买衣送衣以及服饰店饮料店等9折优惠 就是希望赛事顺利进行同时带动周边商机 借台北综合报导